文科大家就先到這邊打 中間其實還有別的東西啦 包含就是說那個像字典 不過因為字典 我是覺得可能還是要舉實際的案例來用 在練習的話會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我們就把時間再往前推進 再來的話請各位待會看一下 在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第42頁這裡 那在那個python裡面呢 他已經有幫我們內建了一個簡單的資料庫 叫SQLite 這個SQLite顧名思義啦 其實他是一個很精簡的一個小的資料庫 反正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他不是要你取代大型資料庫 而是可以讓你方便的儲存一些資料 那底下有相關說明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他非常小 非常的輕 而且檔案相對配置也比較小 所以其實不需要太多的資源 那而且他跨平台的 任何的裝置上面其實都可以安裝 那裡面的話他的資料 形態也非常簡單 包含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整數的話 他的形態可以放Integer 那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說你是浮點的話 可以用Double 那如果你是文字的話呢 可以用Tester 所以其實基本上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 他的資料形態 其實跟那個 我們Python裡面的形態 其實還蠻類似的 OK 那至於就是說資料庫裡面有哪一些 必須 最必需要 因為資料庫其實還蠻多 需要了解的 那如果各位想了解 那書上應該都有 那我們 抓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的話 至少 你一定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如何建立資料庫 OK 第二個的話 在資料庫裡面 如果建資料表 因為一個資料庫 這類是一個Excel檔案 裡面資料表有點像Excel裡面的工作表 有沒有 那工作表 這個 資料表裡面呢 還需要去切割他的欄位 比如說你要跟他講說 我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我將來要放的資料有幾欄 然後你就 讓他知道有幾欄 然後資料的 這個形態是什麼 OK 所以特別重要資料庫有一點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你要預先規劃 再放資料 不過這一點的話 如果要搭配那個 這大數據分析的話 BigData 因為來源不確定性很高 所以 以前的關聯資資料庫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很容易卡關 怎麼辦 沒關係 不然我們就是 在設定那個資料形態的時候 給他寬鬆一點 也許你用文字就OK 文字之後你 取出來你要再轉型也OK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就是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第一個 如何建資料庫 第二個 如何建資料表 再來的話呢 設定他的欄位 並且把資料放進去 那這邊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範本 所以請各位呢 可以看到雲端白板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第四十三頁 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 其實很簡單 其實按 Ctrl C好了 所以請各位待會 把這個 四十三頁 裡面的這一段程式 把它複製一下 再來的話 你開一個 這個 Spyger裡面 開一個 空白的 模組 並且把這一段程式貼上 那我大概說一下 這段程式其實它主要做呢 其實就是做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建立資料庫 所以喔 首先當然喔 我們要建資料庫的話 需要用 一個 內建的模組 叫 Sycle Line 3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我如果要建立一個資料庫的話 你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叫什麼 Cursor 01.db 那這個就是資料庫實際上的檔案名稱喔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建一個資料庫的話 那我可以給一個檔名 那特別注意它其實還蠻 蠻妙的 前面的方法叫connect 後面就給一個檔名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說我今天執行了 第一次 它卻先幫我建立了 可是第二次我在執行 它不就又建立了嗎 其實我覺得Python還蠻聰明的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檔案 假如是不存在的 它會幫你新增 但是如果已經存在 它幫你連線 所以它其實有些地方 它會自動幫你選擇 所以你不需要 特別去 做一些事 假設它這個檔案不存在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建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名稱可以自己替換 不一定要叫Cursor 01 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個叫 資料庫的物件 叫CO 這個是自己取的名稱 底下的話呢 就是要 利用資料庫物件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 Cursor 那這個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資料表物件 叫做Cursor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去 CAM這個 去存取資料庫 這個是存取資料表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 這個資料庫裡面 建一個 空白的 一個資料表名稱 Table 01 怎麼建 其實這個語法 可能要下一個 SQL語法 那所謂的SQL語法 當然就是跟那個資料庫溝通 溝通的方式就是 底下就是 Create Table 後面有關 就顧名字印 建立一個資料表 那如果這個資料表不存在的話 這個叫Table 01 那裡面的話呢 總共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 這個 MUM 它的形態是 Test 就文字 另外一個是TL 其實一個 編號 一個是電話 那底下這一行就是 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表 就是叫Table 01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底下 這兩行 主要是做什麼 做寫入資料 所以 請各位練習一下 底下這一行叫 Insert Into 意思就是說 當我建的一個資料庫 就這個 資料庫有點像是這個一個大的資料庫 然後裡面的話建一個資料表 叫Table 01 Table 01規劃兩個欄位 那Insert Into就是先把E放在這裡 這個電話呢放在這裡 OK 所以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在這個 資料庫裡面就會有一個資料表 然後會有多新增一筆記錄 並且Commit就確認並且關閉連線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他其實沒有任何訊息 不過你這邊 最後可以Printer 寫入成功 之類 好那第一筆 寫入了 那你可以改一下 這邊把E改成2好了 那後面的電話號碼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隨便改一下 這個自己再Key一下 再執行 OK 沒有錯誤訊息 那就又寫入第二筆 那你們可以試著練習看看 寫入三筆 後面的話稍微改一下 好這樣 三筆 那最後的話 你想說 老師 我剛剛的資料庫放哪裡 其實你們可以從 剛剛的那個 我C底下的那個路徑 找到 剛剛 我們建的資料庫 資料庫在哪裡呢 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有沒有 它就會被建立到這裡 有沒有在這裡 它這個檔案 那想說老師我打開看看 可不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你會發現打開之後 它不知道用 什麼樣的對應的 這個檔案開 因為它不像SS SS如果你有裝可以看到 但是沒有怎麼辦呢 這個 有時候比較麻煩 那你必須要載到雲端上面 我上面有放了一個 簡單的一個程式 在補充資料 零四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零四 零四有 還在這裡 SQLite 你把它下載解壓縮 我這個好像已經解壓縮過了 我看一下 好像在我的 這個下載區裡面 下載裡面好像就有一個 這個 SQLite的 browser 下載裡面 然後利用它就可以幫我把 裡面的資料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我的 我的這個 下載 它那個 路徑跑掉了 我看一下這邊 下載在這裡 那我這邊已經有SQLite的browser 我已經有把它解壓縮了 那待會的話 你們就是 打開這個SQLite的browser 然後開啟什麼 開啟我剛剛的路徑 我是放在C點底下的 Python的 2022 然後 這邊就有個Cursor01.db 你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它的結構就出來了 Database structure 裡面的資料browser一下 browser data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123 然後有兩個欄位 就是我剛剛寫的 那就會 可以看到我們結果 所以 確定 透過剛剛的程式 就可以寫入 三筆資料進來 你們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剛剛把重點 再講一下 1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43頁這邊就有一段程式 那你把它Ctrl C Ctrl V過來 那稍微了解一下 基本上就是 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然後呢 寫兩個欄位 然後寫資料 那分別把 Insert into後面的這個值Value 改成 1一個電話 2一個電話 3也許你就寫個3筆吧 一式以下 那這個資料呢 被寫入之後 成功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 SQLite browser 這個 這個工具的話 你們可以到雲端 的補充資料裡面 在雲端上面的補充資料 把這個SQLite browser 按右鍵下載一下 然後它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打開之後的話 再利用 開啟檔案 找到這個 Cursor01.db 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 寫入的 資料了 OK 試試看 那基本上的話 資料庫裡面 你至少要學會 幾個重點 第一個 建立資料庫 第二個 建立資料表 有沒有 然後第三個 寫入資料 這個是最重要 因為你資料不能寫入 那 你後續當然 就不能存資料了 那再來的話 後面還有幾個 需要學會 新增 剛剛是新增學會的 再來就是查詢 查詢就是 可以寫進去 你要再把它讀出來 讀出來的話 除了說你可以利用 SQLite browser之外 待會的話 我們會教各位 怎麼樣透過 程式的方式 去把資料 給 給怎麼樣 給讀出來 我就不要 假設啦 你想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不要透過 SQLite browser 讀取資料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 我們待會 需要再利用 查詢 就select語法 把資料查出來 後面的話 會新增 會查詢 然後也會 刪除跟修改 其實大概資料庫就夠用了 所以基本上資料庫要幹嘛用的 不外乎就放資料 不外乎就查資料 對不對 不外乎就刪資料 你不要了 刪掉 不外乎就修改資料 所以基本上最常用到新增 查詢、刪除、修改 這四個功能 會的話 其實就 基本上就足夠大部分運用了 就真的你一個系統用來用去 不外乎就這四大功能 OK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 把剛剛講到的這個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基本的 語法 先試試看 至少你要了解 如何建資料庫 好嗎 好 好 金 私 成為了解 新增 買 我 是